後來他們就開會 他們一踢 嘿 讓你這時候踢了你還不行了呢 算了 第二天就讓他上看臺 就不想讓我再踢股名單裡 但是這時候時尚兵當時 因為他一直在大臉亂打 當時是我們的主教練 也是國家隊的主體教練 他就跟教練組跟時尚兵 跟所有的這些租協 他們開會有時候說 你還是應該把他留在這個替股市場 那麼他最起碼作為替股 他應該比有的是吧 肯定管點用嗎 你把他弄上看臺的就沒有機會 這時候那行吧 就把我留在席上 當尚兰什被卡塔爾禁了一個以後 37分鐘左右的時候 我就跟這個教練說 我知道我可以 整個比賽還剩基本上30多分鐘 我就跟時尚說 我說你趕快吧 再不換比賽都完了 當時一直兵比一落後 那麼應該在35分鐘左右 換我上去 我上去打一門柱 後來進一個 客廠1比1平了卡塔爾 那麼轉過來一個星期 又客廠跟科威特 他們也是天天看路上 天天哎呀 科威特都把伊朗給贏了 你想想 我說你們這看來看去 我說沒法打了 我說科威特 咱們輸伊朗4比2 人家科威特怎麼贏了伊朗 2比1還是1比0 我說你還看啥 你天天看一看全是人家好 我說咋踢 我說甭看了自己有什麼踢什麼 我說你這玩意兒 能研究出什麼東西來 我說天天研究 你天天看路上 你研究了啥 巴西隊天天在那兒 你天天看人家該世界冠軍還是世界冠軍 對吧誰不看對方錄像 你那麼看有用嗎 是吧我們都是扯淡 就是形式主義 以及他們的不自信和不知道 當時他們的整個的這種理念 和不按照規律 那麼第二場跟科威特 我上去開場我就進一個 後來他們進一個後來高峰進一個 我們又客廠2比1 贏了科威特 兩場拿4分在西亞很牛逼了 是吧 當我回到大連 哇我又成英雄了 是吧 又不是你先不上啊 又不是你發燒不行了 那時候袁美民就都到了我房間 哎呀怎麼樣怎麼樣 哎呀下一場又又主場了 哎呦呦呦 完了來看我 完了 我一直有燒啊 大連的他們去找了 他們大連內生局的局長親自啊 七個醫院的院長 給我會診科實的主任 連艾滋病都擦了啊 你看環東龍地上部隊這怎麼回事 所以 就是我們的體制 就是說你能進球啊 你就行了別的他不管 你想想足球是個集體運動啊 你們不管別人嗎 是吧 這就是我對他們的這種整個對一個項目的不懂以及不尊重人 對我好的呢 他們不敢對我不好 我們當時97年開始 我們出去比賽什麼的 你也知道後來職業化了 我們都住四星酒店五星酒店 對嗎 九七九八年 你想想 你也知道當時酒店裡的房間的電話 坐機一分鐘十塊錢 沒錯吧 很貴的 因為有大哥大所謂的職人 但是都是自己花錢 但是你的坐機在酒店裡面 當然了這時候 隊裡面肯定都給你掐了 你打不了 但是他們都會告訴我 海東電話你隨便打 吃飯你隨便錢打 只有我一個 就是說他們 包括後來徐根堡 所謂的當了主教練 第一 他當在大連的時候 在到我們大連了啊 辦長什麼什麼嚴厲啊 什麼的 整個會全是騙人的啊 他首先 讓王培君找我 培君二培 王培君是跟王建民 他們當時最好的 王培君 孫喜霜 吳雪凌 王建民啊 包括財務總統銀行 當時 那麼培君 就請我吃飯 後來說 培君二培 跟保跟我說 說讓你支持支持他工作 我說培君二 我說郝海東來這踢球 不管是哪個教練 我是拿合同 我是尊重我的合同 和我這個職業 至於說他的水平問題 或者 我說我不認可 那時候我不認可 但是 他作為主教練 只要在足球場上 以及他制定的東西 我不會違反 不存在 是不是他不能做 包括他 我們都是會 有時候 到了這個 這個 第一天 就轉過天來是 主場比賽 那麼前一天 我們就會去 一個地方喝咖啡 他很絕 週天比賽 週六 他上場贏了 他就把我們帶到 富力華 就大連市中心那個地方 喝個咖啡 完了就去那個老虎攤 去溜達溜達什麼的 你說他 你想想 當時我們出去 全是人 對吧 他就要這種 感覺你也不知道 剛才 郝總啊 剛才說王健林 聽說王健林 有個故事 有個段子 是不是啊 你親眼見的 這個 這個都很 就是他們 都是所謂的 送這些人的表啊 什麼這些 這個勞力士 是吧 從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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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不新的 假不新的 從保險櫃裡出來 我一看都 所謂這麼貴 他說都是假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就類似這樣的事情 咱們太多了 太多了 包括孫紅斌 這個什麼 他們都很牛逼不是嗎 他們知道了 可能我跟薄熙來都認識 什麼當 在重慶當市委書記 那孫紅斌 叫他一個所謂的 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老婆 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什麼姓敏的這人 都給我送 他們在重慶 兩天 星期五個項目就停了 啊 因為幹不了 因為不能超高多少吧 嗯 啊 當時給我材料啊 什麼的 還說你能不能去 找一找 什麼國書記啊 什麼的 我說你們那麼大有錢的 那麼牛逼 我說你這還 我這一踢頭球呢 我說你們那 不行 我說你那還拿著 就牛皮袋子 就是給我的那個 這就是 我們所謂的什麼 首富啦 什麼有錢人啦 做生意的啦 就是在這種體制裡面 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和一個人是能以尊嚴的活著 所以我今天堂堂正正的 帶來講是為什麼 因為郝海東 沒打一場假球 沒幹過危害行業的事情 啊 雖然徐國寶說 哎你有什麼事跟我說 你就可以不來看電影 不來怎麼樣 你可以有這個這個特權 但是郝海東從來沒有把特權 把我所謂的這些認識 所謂的人 我當成了一種敛財工具 啊 我今天站在這兒 也不是因為郝海東和小葉 我媳婦什麼的 因為吃不飽飯 啊 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父母親 我們的是衣食無憂 是吧 我們一輩子 當然了 不如所謂的這些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生存 啊 感覺一點點的壓力 沒有 好多人覺得我們 好像有不平 什麼沒有什麼 這個一官半職 所謂的沒有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好像我們被擠隊了 被好像心裡不平衡啊 被什麼壓榨了壓抑了被人家打擊了 我告訴你路德 郝海東 郝海東 從來沒有任何人 讓我受過委屈 所謂 在隊裡面 不可能 他們沒人敢 沒人有這本事 因為郝海東 是把球踢進去的那個人 是我憑本事 我十歲 就跟十三歲 十二歲的人一塊踢 我十八歲 就是八一隊的主力 在運動隊所有的新的教練 或者總教練上來的 他肯定 首先都要先跟最好的那個運動員 他先要溝通 看看他要先收買這些運動員 那他把這些頭頭的運動員收買了 那底下的那運動員 就沒人敢不聽話了 這就是一個規律 我92年就是國家隊 我92年一直到2004年 國家隊十幾年的國腳生涯 四屆世界杯羽選賽 一屆衝進去 都是我來 我曾經的參與者 我們在95、96、97年、3年當中 曾經排到過世界39名 還是41名 國際組聯排名 中國國家隊 郝海東在 是吧 德國亞洲杯第三 亞洲杯第二 對吧 都是我在 現在A級賽事 所有國家隊進球 我第一 對吧 這是一個 郝海東不需要為任何人 也不需要向他們證明 而且足協 包括他們這些 對我沒有問題 他們曾經 你們可以看一看 路德 曾經教練員 運動員委員會 當時受給他們的聘書的時候 只有八個人 只有其他的都是九個人 為什麼 是因為我不去 他們一直在找我 說海東什麼的 那給我資料什麼領導要的集 扯淡 我不去 後來又補了一個 才剩9個 包括有一年 然後足協給我打電話 可能我在哪呢 我說在上海 明天這個五點鐘 還六點在大寶飯店發車 劉彥東中南海接見 本來沒有你 後來我們足協推薦 他媽胡說八道 是吧 就是那個 要去什麼照相什麼的 接見 我說對不起 我說確實回不去 他說你這個明天呢 我說我確實上海有事 我說對啊 我說謝謝 謝謝領導們的 關心 我說了 我說了 我們 問心無愧 我們所有要做的 就是看到了這個體制的黑暗 我們不要讓我們的老百姓 我們的未來 再受這種奴役了 因為我已經受夠了 還有十幾分鐘 你好 你好 兩位英雄 非常欽佩兩位 我想國內的這個同胞 十四億同胞 包括海外的同胞 可能是非常震驚 因為沒想到這個讀宣言的 竟然是這個郝海東先生 同時呢也沒想到呢 還有這麼一位 被加勵葉趙穎先生 我還特去搜了一下 才知道兩位是去年 剛剛遞節連禮的 這個看見您們 就覺得這個人生 它的輝煌 一方面呢可能在於個人的天賦和打拼 一方面呢在於兩個人 最終能夠走到一起 有這個共同的這個三觀一致 說白了就是三觀一致 那麼呢 雖然你們剛才 因為雖然有點回聲啊 效果剛才有點回聲 但是我也是一直聽下來 就是特別心潮澎湃 因為海東先生應該還欠我一千名呢 我當年去看那什麼時候 實在擠不進去了 現在二十六七年前的事了吧 那到時候 有機會我們見面的時候 一定請補一個 當然海東也極力誇讚 他的那個媳婦 這個張雲女士 那畢竟是世界冠軍 而且是在我眼裡 就是大滿冠 有毛錢的大滿冠 一直記得那個張雲女士 當年那些英姿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 打冰巴球羽毛球的 你們剛才給大家分享的 其實就是因為 在中共這種體制下 那麼體育界這種弊端 我也非常理解兩位 絕對是跟什麼金錢 跟這些那個名譽沒有關係 那麼大家 兩位已經給大家演藝過了 路德恩問的問題也非常好了 我想呢我只是作為一個 既是足球迷 又是羽毛球迷 向外面呢 表示忠心的那個感激 就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你們能夠站出來 對 這種勇氣是絕對可以激勵 所有的14億同胞 和所有海外華人 大家可以想說什麼 謝謝 對其實總是總是會有人站出來 如果不是我們站出來 可能也會有別人站出來 只是這個機緣巧合 這個機會上天給了我們 謝謝 大家可能也從剛才錄到法談中能夠聽到 我特別特別的欣慰 我特別內心的感激 就是我愛人 小葉 對吧 他對我的支持 三觀的一致 你知道啊 一個男人 對 當他做出人生最重要抉擇的時候 沒有家人 沒有愛人 對 沒有孩子的支持 那是最孤獨的 和內心的不安定不安全感 對 但是我特別特別的 我告訴你今天 我告訴所有的這些 謝謝中國的老百姓 十四億人 我告訴你們 郝海東一生無愧無悔 為什麼 因為有我的愛人 我不說什麼別的什麼 因為我感覺我直了 因為有這樣的人可以理解我 可以支持我 對吧 在這時候能夠站出來跟我一起 當時我還都說 我說你就不要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來特別的那個 他說不行 他說難道我就讓你一個人嗎 去面對這些壓力啊 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是你知道啊 當一個男人 有了這麼一個女人的時候 當然我的前妻也很好啊 我從來不在她面前 我是來去這個這個說 就是我們都很好 我92年認識陳怡 完了 一直到我們14年離婚 什麼的啊 她是好的孩子的母親 包括我有兩個很好的孩子 包括千千都是因為他的母親啊 才有了我的今天啊 我今次發自內心的 為什麼郝海東敢於今天站出來 在這兒啊 堂堂正正的告訴全世界 告訴中國人啊 你們不能再受共產黨的奴役了 就是因為他們所有的給你的洗腦 都是錯的 他們把家庭 把父母親 把兄弟姐妹 把夫妻之間的愛 全都剝奪了 他們只有互相的猜忌 互相的詆毀 互相的鬥 所謂的與天鬥與人鬥 其樂無存 是這一切毀壞了我們 作為人 在這個社會上 基本的道德體系 它沒了 所以我今天能站在這兒的時候 其實我特別特別 宣讀完了以後 包括我做出了決定的時候 我特別特別的踏實 因為我有這樣好的愛人 震驚就是說 兩位能夠站出來 兩位能夠代表著這個中國體育界也好 還是說中國法人同胞的心聲也好 絕對是今天要震撼到全世界的 對 那麼我想他的這個 這個後續的這個 後撥那個那個爆破的一些力量 一定能夠喚醒很多的人 因為剛才我在那個那個留言區已經看到了 很多人都是在淚目淚奔 都是沒想到說 竟然這個宣徒宣的先生 這個是好海東 是個這個足球先生 對吧 那麼我就想問一句話 您是更看重您那個足球先生呢 還是您更看重於今天 您作為這個喜馬拉雅的大使來宣布這個宣言的這個歷史使命 謝謝 我們倆不代表任何人 我們倆就代表我們自己 我們倆代表我們的內心 我們自己的內心 我都說了嘛 今天 郝海東和葉昭穎 我的妻子 是我們人生當中做出的最大最正確的選擇 以及我們得到的最高的榮譽 我們最大的榮耀 今天就是新中國聯邦宣言 我來比 我一輩子的榮耀 那個這個念宣言之前啊 這個我看到海東先生 然後近似特別 那種一看就特別激動 特別特別激動 因為我看到的嘛 然後我想他可能上世界杯戰場 也沒有這麼激動過 我沒有過 我上世界杯戰場都沒有這樣過 我給你講一個 就剛剛的一個小事兒 小事兒 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我畫完裝 這個再弄完了 完了 他突然過來 哎你這粉是不是也給我擦點兒 哈哈哈哈 我的粉啦 哈哈 我告訴你 我上中央電視台都穿著褲衩 哈哈 我說能不能 能不能 對啊 我就這樣 我就穿一套褲 你們沒有過 春節聯邦晚晚會 有一年找到我 我說OK啊 拿錢二十萬 哇 他們說很多 別人上春節聯邦晚晚會 都在給人錢 你還要錢 我說OK 你們為什麼 我為什麼我去 你們是拿我 是吧 你以為我會感激你們嗎 是我自己做的 你們需要這種收視率 拿錢 憑什麼 那些人就可以 他們給你錢 我不會 是吧 這就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和道理 但是共產黨已經把這個全弄反了 咱們不能再讓它這樣下去 好的 就是這麼簡單 太感動了 這個時間的原因 最後暗紅 就是三十秒 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海東先生 還有葉昭穎女士的採訪 今天時間只能短短的一個多小時 未來我們的路德節目 每天 咱們海東先生 可能都有可能 每個禮拜咱們葉昭穎女士都會來到咱們的節目裡頭 大家一定 我們先休息休息 平復一下心情 大家一定想知道這個中國的各種體育的體制 包括世界冠軍 對 以後慢慢細節 慢慢 對慢慢細節 分享 然後最後 來 刪情一下 最後一句話 我們看到了 即便是在中共極權專制智庫人心靈靈魂 那麼樣的高壓下 依舊有 郝海東先生和葉昭穎這樣的女士 願意在這種關鍵的大是大飛的時刻 見證新中國聯邦成立的時刻 挺身而出 這個就說明 老天爺在我們心中埋下的城鎮良善 這個真實和尊嚴 一直沒有被泥滅 我們需要做的 就是把它恢復和還原 好 謝謝各位 好的謝謝海東先生 謝謝張英女士 咱們今天 這個參訪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支持